主耶稣 就在这时候你得着我们 我们的灵再次浇灌下来 圣灵 圣灵 我的主 我的神浇灌下来 你的百姓在等候你 你的百姓搭在乡口来等候你 充满我们 充满自己的教会 充满的百姓 圣灵就在这时候浇灌下来 浇灌下来 浇灌下来 圣灵浇灌下来 主耶稣帮他人倾倒下来 倾倒在你的教会的里面 倾倒在你的百姓的身上 倾倒在你身上 哦 教人看着我们是不属于你的 是因为你的灵在我们的身上 教人看着我们是属于你的 因为借住你的灵在我们的身上 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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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教官 教 教 教肆 我都得充爱 充满万伴 充满你的生死 耶稣充满充满 充满自己的生死 充满充满 哦 lik 教人看出我们是更加不一样 是因为你的灵长的身上 是因为基督你的灵长的身上 天父你的灵长的身上 教官 教官 耶稣 教官 教官 耶稣 大家伙们 圣灵主这时候运行这样的灵长 让我们真知道 我们肢体虽多 但只是一个身子 圣灵看 更多一点 更多一点 圣灵 更多一点 不仅你充满我们 我们这群人抱在你的怀里 抱在神的怀中 更多一点 从楼上到楼下 从楼上到楼上 从前面到后面 从后面到前面 运行这样的当中 我们就知道 我们这个人不仅是属于你 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这群人都是属于你的 更多 运行这样的当中 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满足 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喜乐 你的同在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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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们的祷告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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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部分够了 不然我们会弄到天亮 这一部分够了 今天晚上 你有更多的工作 要做在我们的挡着 你自己的工作 要做在我们的挡着 赞美你 赞美你 我们把一切尊贵荣耀全品 全然的归给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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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请坐 请坐 今天晚上我想是一个 很特别晚上 但我常在思想 明年都说是一个 很荣耀的一年 其实我们走过六年 到今年为止我们走过六年 我们是照着 启示录第五章 那边所说的 全病丰富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 我们进到 明年的第七年 叫做 颂赞年 今天我不是要讲 颂赞这个词 但我相信 明年一定会是一个 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 耳朵没有听过 心中没有想过的一年 不仅对我们教会来讲 我相信对台湾的 众教会也是这样 但是我常觉得 神的恩典 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有人会catch到 所以我们很喜欢说 神的祝福是要catch的 但有些的恩典 记得到 有些人就被pass by 就是走过 好像不觉得怎么样 常常说我们该做什么 在整个福星的里面 有人说该做这个 该做那个 不过我也看到 在整个圣经里面 也在福星当中 有另外一个 很不同的想法 意思说不是做什么 意思说我们就没有预备好 让神可以透过我们 透过他自己教会 做他要做的工作 我觉得 我相信从整个圣经 我的明白 我的领受 没有一个不愿意被神用的人 是没有经过一个的过程 叫做自解的过程 当然有时候 我们会进到一个仪式 我们进到一个所谓的 一些的 好像方式里面 做一二三那等等 当然我也不能够说 那个不对 因为基本上没有做错 但是为什么这样做的 好像 当我看到一些 福星的这些的领袖者 像Charles Phenney 像这些的人 Angel Murray 还有一些的 在灵恩那里面 我所了解的 我应该这样子说 原来这些不是靠方法 那是靠了一哥 所以Jack Hever讲过一句话 什么叫门徒 我们说门徒训练 要做很多训练 要讲到 他说门徒的训练 那时候我听他在讲 门徒训练就破碎你自己 所以最典型的那句话说 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 那句话是典型的 对门徒一个definition 叫做定义 做的是什么 原来门徒就是 盗控他自己 把他过去所有的 所坚持的 他的经验 他的才干 他的知识 都要放下 再说这些东西不是不好 但是我们不能够 依靠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依靠这些东西 其实 神经说的 知识会叫我们骄傲 知识错吗 当然没有错 但当我们依靠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放纵了我们的肉体 我们就离开了神 所以相对的 在一个操练当中 我们有的要把他放下 这个时候 in this moment 我们把他放下 好叫我们能够全部的 所谓的 对付也好 破碎也好 然后我们却与神 有个亲密的关系 好叫我们真知道 神可以做 当然 我们过去有的经验 有的这个所谓的能力 当神透过这些 来彰显的时候 当然比我们自己 靠这些东西的力量 会来得大 以前我看 迪托圣地中写的东西 我看不太懂 叫人的破碎 淋得出来 到了这个年龄 不懂也要懂 因为真的在 服事当中 越来越清楚 你试着 我们人的夸口 这也是没有什么好 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所以你的才干 你的学识等等 但是如果这些东西 不放下的话 我想要被神更好的使用 大大使用 是很不容易 所以今天晚上 我想用点的时间 来预备我们自己 然后领受一个 神同在的恩高 第一个 我要想跟大家谈谈的 教会要成为一个 神在2015丰收的器皿 所以有一天晚上 我在这个题目就进来 这个教会要做一个自己 教会要不仅是在罪里面 我们做一个所谓的悔改 愿罪 更是在我们的肉体的里面 如果还有任何的东西 拦住我们 可以经历神 不见得那些东西 然后我会解释 但这些东西都要偷开 其实这个金子的本身 它最大的用处 不是它能够发光 是因为金子本身 它可以存到的程度 可以反射光 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会发光的 但如果我们炼净 我们越炼净越多 我们就越能够 把主的荣光反射出来 在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二十二十一节 大家都很熟一节经文 在大部分人家 不但有金器 银器 也有木器 瓦器 有做贵重的 有做卑贱的 人若自杰 就能够脱离卑贱的事 就比做贵重的欺民 因为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想这一方面是 他很熟的经文 不过这经文 我是不仅讲也好 自己再反省也好 这经文对我来讲很重要 第一个我要把这个经文 稍微解释一下 当然在一个大户的人家 在一个所谓财主的富有的人家 他有很多的器皿 有些叫金银 有些叫木器瓦器 如果从经文角度 所以保罗这边是说 金银就是所谓贵重的 这个木器瓦器就是贵贱的 在语文上 这样的了解 并不是很完整或是很正确 原来在大部分人家 金器 银器 木器瓦器 都是他的器皿 而且这边说 不是因为金银就比较贵重 木器瓦器 只是用的这块 如果金银的 家里有很多的筷子 这样说好 我想你平常会用一些的筷子 是比较简单 不过你请人家吃饭 看是请哪些 你可能把一些的不同 把象牙筷子拿出来 甚至真的把银筷子拿出来 就是for不同的用处 for special purpose 所以这句话这样的说 在神的家中 大部分人家有许多的器皿 有些是for special purpose 就特别的用处 有些for common use NIV的翻译 然后在这样的用处当中 所以有些叫做尊贵 叫做所属的贵重 贵重不是因为它真的 金子 银子 贵 乃是特别在某个时候用的 或许在神看回那个 那个 situation 那个的情况下 他用这个 在某种情况 他用另外一种 然后这边讲究 若人若自解 就能够脱离被贱的事 成为贵重的器皿 一说人若自解的话 可以从一个的 普通的 在这个主人的手中用处 成为一个 为了特别目的来用的 讲这句话 你如果了解这句话的生意 不是谁比谁好 乃是从你过去 怎么被神来用 只是for common use 就是一般人若突然被提升到一个 特别的机会 特别的状况 神才能够用你的 或者这时候神就要用你 因为在某种情况当中 因为你是一个贵重的器皿 这段经文 不是只告诉我们说炼镜 这段经文 对神的儿女来讲 是一个提升 过去我们神很祝福我们教会 我在教会18年 真是我跑来跑去 真是神非常非常祝福我们 但是我相信 神更乐意 在祝福当中会提升我们 我们不再做过去的事 不是过去是不好 乃是我们进到一个阶段 进到2015 进到这 先不要像过去这么多年努力 光光过去这六年的努力 神要把我们提升到一个 更高的境界 目的是为了2015 大丰收 这个地的大转化 我们一定要预备自己 不能够再做过去 用过去的声量 做过去的事情 我再说 这没有叫不好 但是我相信 在神的心的当中 神要提升我们的声量 到一个程度 从普通的变成贵重的 不要说从卑贱的变贵 就从普通变成贵重 是提升我们 好叫我们在这个 年度的当中 因为一个新的年度 明年会有新的事情发生 是神有特别的 purpose在里面 所以我们需要被提升 因为合乎主用 我很喜欢讲到 讲过这句话 很多人讲 牧师我要被神来用 但是你愿意被神用 是一件事情 在神的手中 你是否能够被神用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to be used by God 这是 one thing to be useful to God 这是 another story 然后神确实有他的简选 某个时候 某种情况 用一种的器皿 某种时候 就用另外一器皿 跟大国人家一样 但是神的心意是说 让我们被提升 好叫我们更多的 每个人都走进 神的这个旨意里面 当我们服侍神 然后这边用了句话 我们要自解 这个字 你说洁净 这对的 但是这个字 在原来文字 不仅是自解 所以有两个字 确实要放在一起 一个就是字 这代表什么 你要甘心乐意 你觉得需要被洁净吗 意思说这就是谦卑 我们的题目就讲谦卑 你要谦卑 唯一你能够做 我能够做谦卑 我承认我的软弱 承认我的不足 承认我现在的声量 承认我现在有的 所谓的能力 只是一般用法就是 我认为 在这方面 我们教会 真的很感谢主 我看到 弟兄使命的 摆上奉献 今天我看一下 这个礼拜天的奉献 我就吓了一跳 我有一天到连礼以后 可能 我们很少有这么多的奉献 就是一个礼拜 不我要说实在这 我们都中心 都努力 我们的传福音 也是真是 我不敢说第一的话 我们应该是 蛮活着的传福音 OK That's fine 但是神乐意 提升我们 因为我真相信 明年205时候 神会做 我们眼睛没有看过 都没有听过 心中没有做过 想过的事 祂预备我们 所以预备 行各样的善事 这个字 何无主用 预备行各样 所以前面一个字叫P 叫Purpose 我们要成为贵重 叫Purpose 后面这个P叫Purpose 所以你需要 预备好 怎么预备好 你的甘心 都一千倍是必须的 但是你不可能 练进你自己 我听过 有一个传当 有一个弟兄 哦 我要盯 我们要把我自己 盯在十架上 这个传当跟他笑笑 你才盯不了十架 你最多盯了一个手 另外一手就盯不住 因为一个手已经盯住 你不可能 所谓的利益 捷进 因为那个字在原文字 是炼进的意思 好像精子 把它炼到最蠢 炼进 钉十架 这个工作 都不是你 我可以做的 这是谁做的 这是神做的 但是你不愿意 神就不会做 你愿意 神就会做 所以呢 第一个 我们要成为一个 合乎神性 The purpose 第一个是P 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这样的炼进以后 我们就被主来使用 这第二个叫preparation 第三个 我们需要被圣灵来purge 就是被圣灵来炼进 那圣灵怎么工作呢 在我们 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 我们常有个想法 或是 我不说这不对 但绝对不完全 我要圣灵 我要恩膏 意思是我要能力 那能力从哪 圣灵就要灌 圣灵就要充满 其实 圣经面讲到 圣灵工作的时候 如果以旧约的观念 特别施洗约翰所说的 他说我来 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后面哪一位 比我大 连提鞋子都不配 他是用圣灵和火来施洗 如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这边所提到的 马太福音第三章那边所提到的 然后后面讲什么 好像那个 用一个 捞 这个所谓的 过 这个 骰这个所谓的 骨子跟这个 这个康匹 基本上整个观念 是审判的意思 在整个旧约 直到 我认为 直到 施洗约翰为止 一讲到火的时候 是讲到 神的审判 是讲到神的公义 然后 到了主耶稣的时候 他跟你说 你不要走 因为你要得着 就得着能力 所以没有错 圣灵带出能力 但我们常常忘记了 圣灵最要做工作 第一件工作 是要练进我们 是要练进我们 事实上讲 他就用火跟圣灵 圣灵跟火 圣灵工作好像火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 把这个次序弄清楚 第一个 我们需要圣灵工作 圣灵最大工作 就是念经 我不晓 有没有 兄姊妹 有没有机会 给神骂过 我最少有两次的机会 给神骂 真的骂起来 好像你对我骂一样 很不服气 这些人被骂的时候 我从摆上 这个摆上 等到想想以后 我摆上也是神的恩典 时间是神 我摆上有一点能力 做点事也是神的恩典 我突然发现 我摆上这么多 成为我一个 所谓的 在神面前夸口的 一个的理由 你看他们没有像我这样 这些需要练进 当然需要练进 你看 服侍人 服侍这么热心 圣灵有果相 居然 是一个骄傲的人 在神夸口的人 所以 这边所讲的 一句话很重要的 圣灵来 祂会练进我们 因为主耶稣 要用圣灵和火 为我们来施洗 有个classic 就是这个所谓的传统 经典的 Pentecostal的一个牧者 讲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 主耶稣基督 宝血洗尽我们的嘴 但圣灵 是炼进我们 里面一切的杂质 我现在越来越懂 他讲这句话 这些杂质不见得是罪 但这些杂质上里面 如果没有处理 第一个 一定会影响我们 服侍神 第二个 就是我们硬的 还有杂质服侍神 这些杂质 成为我们 夸口 成为我们 所谓的 骄傲 成为我们不愿意 百分之百 走在神子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圣经很喜欢用 光照光照 当圣灵光照 你愿意被他来练进 你需要悔改 我需要悔改 我需要认罪 我需要圣灵 你要帮助我 以后同一个罪 同一个这样的 肉体的软绕 帮助我 一定不发生 这个叫做炼进 有时候我们服侍 会心中 对某些人的不满意 甚至随便讲一句话 埋怨 哎呀 我这个同根 怎么这么差劲 我不知道你讲这句话 你会觉得讲 现在对话讲 我讲不出这句话 因为就是我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圣灵说 你又来 你又来 有人说牧师 我看你好像 心心 有点心心 而且声量不错 其实我一点都没有 跟各位一模一样 软弱 只是有一样东西 我学过来 就是被他练进 第一个 有种念头在里面发生的时候 马上 我说种念头 不允许再停在我里面 然后底下 我一定说圣灵 念进我 把这意念把它挪开 然后圣灵充满我 让我能够成为 别人的祝福 或是就要祷告 我就祝福某个人 说这个事情 神来感谢你 让我这个事情发生 让我学功课 坦白说 我很感谢主 从某一角度 不是我拣选 也不是我志愿 能够这三年 借了主任牧师 我需要更多的念经 因为我发现里面 还有很多乱七八糟 不见得叫罪 那个叫杂质 需要被挪开 当然这个挪开后 确实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们要等 不要走开 等到圣灵降临降上 就必得着能力 从耶路撒冷 然后到地基 为我来做见证 果然在五旬节的时候 这在《死路行传》第二章 那边讲到 就风吹进来 有大响的风声 一定要了解句话的解释 这句话意思 有大响的风声 意思说 有风的响声 但一点风都没有 这是这句话的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 这位为啥意思说 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然后这时候 另外一个现象发生什么 就圣灵这时候 落在个人的头上 一定要understand这个字 个人 意思说不太一样 说布勇康牧师傅 这样说 很喜欢表演 每个人摇起来都不太一样 因为跟个人所领受的能力不一样 然后 他们就借着圣灵 赐给他们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方言来 原来他能够说 是圣灵 enable 就是圣灵给他们力量 他们就讲过别的光言 就讲起别国方言 那么讲什么 也是那段经文讲的 路加就说 因为他们那段传讲 讲说神大能的作为 就那边就 换句话说 带出见证来 他们口中的话 他们做见证就有能力 不仅是讲 他的意识 乃至在得意识 人家感觉到 能够听见到 得意识 他得意识 你得意识 我的原因 是因为 这位神一直在我身上工作 这叫做神的作为 今天我们做很多见证 我们营特别人的同情 敬佩 很好 起码是好的见证 不要叫人家跌倒 不过很多时候 你真的讲见证 那个人 真的会感觉到 神的能力 还是你是用一些方法 巧妙地 让那个人听着 觉得满受感动 我真相信 讲道的能力 我相信 真的讲话能力 因为这些年来 我走过灵恩 这么长一段路 我只要跟一个人讲话 如果那个人 里面有东西不对 我真的这样说 他看看以后 越看就往后退 就跑掉 就这样子 有人带着一个朋友来 他要务事外岛 因为他有困难 还是状况 精神 还是睡觉 等到我问了一下 他说 我要为你祷告吗 他看看我就跑掉了 真的跑掉了 当然 还有碰到 就开始在骂 也有这样的事情 当你的生命 被圣灵充满 带出能力的时候 你所做的一切 千万地永死没 不是讲你的好在哪里 不是讲你的行事 为人积累多少的功德 你每次讲话的时候 是讲什么 是神大人的作为 从你身上掌线出去 跟你的同事讲 讲 有一次 我的同事 有一个很喜欢听你听 就要听你讲的 他需要跟你谈一谈 所以他安排时间 到时候跟他那个 事务所的一个姊妹 然后我们就 那时候还有这个 所谓的挪亚 那个 所以我们四个人 跟我七个人 那他就问了几个问题 我就开始回答那问题 他在那边就哭起来 哭起来到最后说 我说可以吗 我这样回答可以吗 他就哭起来 他说不是我故意要哭 就是我会哭 那最后他饭也没吃 他打包回去 他坦白说我也没吃饭 因为我都在讲 我要讲给他 我只举个例子 所以当你每次想到 为神做见证的时候 你一定要相信 有事情一定要发生 因为你不是讲 你多么好 你的品格改变多好 你多么温柔见面 还有你多么的有才感 你在讲神战上的工作 你在讲神道 不要忘记 到后面的时候 之前说喝醉酒啊 所以彼得跟这个使徒就站起来 然后他们站起来 就高声 那是十字节里面说的 也是第二场 你要知道高声说 这三个字 高声说 中文就这样 跟前面神 圣灵赐给他们口 在这原来文字 是一模一样的字 换句话说 彼得这个人能够站起来 带出这么三千庆耶稣 不是他的才干 不是他的本领 不是他的神学观念 乃是因为圣灵在他身上 我真相信 我真相信 在明年的时候 因为这位神 透过我们个人的见证 透过教会不断地传讲 我相信不只是人多一点的知识 基督教是什么 耶稣是谁 乃是他们每次听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极大极大 被翻转的力量 所以很重要 我绝对相信 圣灵在能力 在我们身上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还是会回答那个问题 如果圣灵能够这样 大大教官 让你做见证 让你讲道 都有这个影响 是因为 你先被圣灵 洁净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观念在里面 OK 我想我们就很快 进到后面 我们不是说 我们是预备我们自己 等候明年的事情发生 所以第三大点 我将提提 谦卑 圣自解 带出神同在的恩高和彰显 那这时候我要提 另外一个观念 或许我们已经要思考 圣灵所带出的恩高 不仅是有能力 但是圣灵带出的恩高 是因为证明 神与我们同在 今天我在看 灵恩的聚会当中 很多人 他不洁净 也没有预备 他只要恩高 每个聚会冲过去 就拿个头给人家摸 头发都摸光 但是你发现 这些一天倒下去 倒下去 爬下来倒下去 甚至服侍都有力量 但是他的生命 是非常糟糕 甚至有破口 甚至软弱跌倒 灵恩这方面 我看了蛮多 他恩高越强 跟他之前 没有做这个事情 很有关 还有他对于恩高的了解 我不是说恩高没有能力 刚刚已经解释到 但是你需要知道 这个次序的先后 在圣经里面讲到 恩高最重要的目的 是证明神的同在 尼哥底姆 有一天晚上去找耶稣 有人说 因为他白天去找耶稣 怕丢脸 我不认为 我认为尼哥底姆 白天很忙 他是官 又是法利赛人 又是神学家 又是道德家 等 耶稣白天也很忙 这两个不能够 make a point 不然每次 尼哥底姆 睡觉的时候 他就想一天忙一天 但是我都不能够改变 这个世界 他真是一个很有心的 法利赛人 从基本上 他是为了复国 所以他们过一个 进天生活 因为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目的 他们认为到今天 如果我们这些 法利赛人 有一天 我们全部不犯罪 米赛亚就来 到今天还有这种思想 所以他们的进天 不是为了进天 他们真是为了 不过看到 有个人叫做耶稣 也没独生圈 也没什么 也没财富 也没什么 也没财干 但是他走到哪里 那个地就改变 那些罪人就悔改 下眼的看见 受压者得自由 缺者可以行走 被鬼附得得释放 有一天晚上 他受不了 他就跑耶稣 他就说 夫子 他讲话 我看见 我知道你从神派来做事 因为我看见 有神迹 这是一句话 然后问第二句话 如果他的结论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不会有神迹 对来讲 很清楚 恩高 神迹 跟主的同在 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现在不要追求错 不要只追求恩高 却没有了解 却没有得着神的同在 很多时候 那个恩高 不仅是 可能没有果效 可能那个恩高 我常在灵恩面 走过一遍 那个恩高 邪灵也会给你 所谓的高位 有一对牧师师母 那时候我人已经在加州 他们在博士 去参加一个特会后 这个师母就有邪灵 在他身上 在灵恩的特会 追求特会 这是举个例子 我看了好几个 我要说在这里 先要有神的同在 但是这位神是圣洁的神 你没有自洁 你没有被圣灵 所谓的炼净 神是不会有同在 相对的 当你被圣灵炼净 说圣灵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炼净 好像我们有神同在 当有神同在的时候 神的恩高 因为祂在我们身上 有祂的purpose 要我们做祂要做的事情 所以祂自然而然 会把所谓的力量给我们 所以主要马上听到这样说 哇 你从来不问了 不是问别 所以人若不重生 不能够进神的国 所以先不要讲恩高 现在讲你的生命 然后讲这句话很有意思 人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生 是不能够进神国 换句话说 重生这个字 不仅是重新生一字 因为你一个弟妹 我这么老这么生 耶稣说 你做父子怎么搞 做老师还搞不清楚 因为born again这个字 在原来文字中 是叫做born above 从天上来生 原来我们需要得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生命 从两个角度 一个是我们的悔改 水 在四十一汉的那段时间 水一听就是悔改 火一听就是审判 完了以后呢 借着你的悔改 圣灵就可以做重生的工作 把一个熟练的生命给你 所以重生一个很重要 你就进到神的家 你是属于神的 神的同在就不再有隔阂 所以重生这边是很重要 所以第一个 刚讲到恩党 这三个事情 是所谓的这个重生 跟神的国 或是神迹其事 还有跟这个 有没有神的同在 这是一件事情 不能够中间跳来跳去 只要这个不要那个 如果你是重生得救 必定有神的国在里面 必定有神的权柄能力在里面 必定有神迹其事在你的身上 但为什么有时候多 有时候少 有时候什么 连神迹其事什么都没有 因为你没有神的同在 或许我离开了神 我失去了神的同在 圣灵要帮助我们 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 最后这段经文 就我要用 这几个事情 用西西加做一个例子 因为这讲到 二十九 一代之下 二十九 三十跟三十一 再过去我讲到的时候 提过这些 不过我用西西加做一个例子 讲到字节的重要 字节带出的结果 在二十九章三节 一到十九 就讲到西加重修圣殿 里面坏了 破了 甚至有些被掳去的 拿走的都要拿回来 所以重修圣殿 这是二十九章三到十九节 所说的 然后二十九章呢 这个二十节到三十六节 到这个末了 是讲到什么 就恢复了整个 先知跟祭祀 基本上主要是 这个祭祀 整个的所谓的 祭祀的先知 包括整个的 worship system 整个敬拜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system 一个规復在里面 我觉得 在我思想 其实这些年来 我也在思想 那我们做到哪个程度 我觉得这些年来 不能走五重 不能是 这些年来周牧师 周师母的 跟着他一起的同工 然后我跟他一起陪他 如今 我接着这个棒 一起来复诊 我相信我们都在 比如说五重 比如说我们的敬拜赞美 我不说 这个话 可能要这样听 比较对点 我不说我们的敬拜赞美 是绝对最好 但是你跑过不少教会 我们的敬拜赞美 真是好 真是好 OK 我们整个system也起来 那这时候呢 西西家王做什么 就到了第三十章 刚才讲二十九章 他就有一天 就想到一件事情 什么都有了 店也有了 这个整个的敬拜赞美 祭司的这个事情 都起来 那都就照五听好了 不过他有点想 我们很久没有守这个愉悦节 因为圣经说 三十章你读看看 大家在这个流浪的当中 都已经 可以做就做 不可以做都忘记 也无所谓 好像不做也无所谓 那完以后呢 不仅是愉悦节 因为犹豚首 一定够了 跟着后面 这个叫做除孝节 所以后面跟着七天 他想得很好 所以我们应该做这个 因为他不仅希望恢复 他希望神恢复到程度 叫提升 我们的国家已经软弱这么久 我们的环境也软了这么久 是感谢我们已经恢复 起码回到自己地方整理整理 但是难道 我们这个以色列 我神的选民 不能够发挥一个更大的影响力吗 不能够为神做更大的见证吗 我们只是这样在平安 喜悦生活里面就过日子吗 所以我再想一下 他跟这个所谓北国南国 不同的人在讲 我们要来守余月节 我们来守这个除孝节 但是本来是应该一月守 但是祭司不够 这些也没有预备好 所以先来一次祭司在这个节径 还有百姓也没有预备好 所以可以改成二月 本来这个是no no 在救院里不能够改这些的节期 不过圣经说 耶和华知到他们的心理 所以从一月改到二月 耶和华也说可以 等到预备好的时候 他们就守这个所谓的除孝节 圣经说他们欢喜快乐 然后欢喜快乐的程度 他们说可不可以再守七天 欢喜快乐 很欢喜快乐 就是守 这讲到整个城 你要知道 神同在最大的恩高是什么 不是疫病 不是甘贵 我可以大胆这样的说 不是 这个事情顺了 这个是神的同在 最大最大恩高 就是神同在的喜乐 充满他们当中 你读到三十章的时候 讲了好几 大大欢喜 讲了大概三十字 我这白鸣做的 不是因为他们做什么 而是因为他做什么样的事情 都看见神的同在 这个事情同在 那个事情同在 这个同在 是一种同在 另外是个同在 我不跟大家分享过吗 18年 当我来进到灵状堂 那时候有没有加入 我不晓得 起码第一年 我还没加入灵状堂 当我站在宣教道里 讲道的时候 神就给我看到意象 好像这个后面 是这样的弧形的 好像一个罐子 切一半一样 就在这样闭脸心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 天花板跟这个墙 就有黏黏的东西 留下来 是有一个 也不是像没有 chuck的这么颜色 是褐色的 我不知道什么 从里面就走过去 我发现那是 Honey 那一天我有个感动 我说我很少这样做 不过今天讲道的时候 我现在讲 我不知道在灵状堂 会待多久 那是好多年前 没想到待到现在 我要看见 灵状堂是台湾 最喜悦的地方 医病赶鬼 是很好 大人看到 你被失望 报告神愿了 喜悦 这很好 但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 你会同意我说 神的同在 是最大的恩告 一个叫做 喜悦恩告 留在他们当中 但这个还没完 当间被神的恩告 充满了以后 所以到了三十一章 特别前面期间 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然后回到自己的地方 做一件事情 他们就把所有的 秋潭的偶像 他们做自解的工作 带他们的自解的果效 带进他们的生活的环境 包括他们的职场 包括他们所居住这个城市 各城各方 所以你读到西西家 后面这些年间 从一个角度来讲 大人不是完全 是活在一个平安 喜乐 甚至算是丰盛的环境里面 甚至从这个国家的角度 还活在一个 所谓强盛的环境里面 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 是转化 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 是神的恩告 我非常清楚觉得 是因为他们 渴慕神的同在 包括从这个王开始 今天我们会做一件事情 我们什么叫做 预备迎接明年这一年 我们的预备是 有神更多的同在 祂的同在给我们能力 祂的同在 给我们很多的预备 好叫我们明年 我们做 祂要我们做的事情 很多事情 可能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 耳朵没有听过 心中没有想过 我们要看见 当明年 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神的事情的时候 绝对不会少掉 叫做丰收 当然最后的结果 绝对会看见 这个城市的转化 以至于神的儿女 神的百姓欢喜快乐 而且我们这样的 神同在的 喜乐恩高 到哪里 借着我们所做 包括释放医治 都可以为人家祷告 跟他辅导 当我们讲的 跟我们所做的 他们能够一同 明白 我们的神 是乐意 把喜乐赐给我们的神 把平安给我们的神 每次讲到这里 喜乐平安 我就讲到 保罗最喜欢 喜乐平安 有一次 我在读保罗的 这个罗马书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出色 一个应该是 FF Bruce所写 他说什么叫 喜乐平安 如果有兴趣 我就30秒讲 喜乐是平安 跳舞的时候 平安是喜乐 休息的时候 是双胞胎 Joy is peace dancing Peace is joy resting 这地要充满 神同在平安 充满神的喜乐 在我们的当中 最后今天晚上 我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每个人 我们会给一瓶油 当然我意思说 是基督徒用的 因为你生命需要 先有改变 当然我们也借着自节 不仅是基督徒 要预备好 倒空 这油干什么 千万不要说 只是为恩膏要抹油 我这瓶油 不是为了预备 一瓶杆鬼用 是让你在抹油的地方 如果你是一个办公室 十个职员 你是中间一个 你就抹油 在你的办公桌 或者你的室文 表明这是神 同在的地方 因为你有这个right ask for God's presence 神的同在 因为你是祂的耳末 当然当你ask 不一定会发生 因为可能我们还带着罪 还有里面杂志 我们一定要看见神的同在 如果你是一个办公室的负责人 可能你底下有四个员工 你可以在你的办公桌上抹油 而且可以抹在办公室家 你不要抹在别人的身上 我很惊讶 当亚伯兰出来的时候 他进到迦南地 圣经用这句话还蛮有意思 他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就已经进到外邦人的地方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他去到所谓的进到迦南 进到事件的地方 然后次需要搞清楚 神就向他显现 在事件的地方 神就向他显现 然后呢 所以他在事件的 那个叫做摩里的橡树底下 就竹坛 第一个 神向他显现 第二个在那个树底下竹坛 叫做橡树 后来他跑到西伯伦的时候 也在迦南地的橡树底下竹坛 为什么要在橡树底下 到底什么叫橡树 指的那个橡树 一些解经家告诉我们 这个实在不太能够很准确的评判 一个 所以圣经讲 这是迦南人居住的地方 然后为什么有一个橡树 的地方要住坛 因为橡树是迦南人 拜神的地方 如果是一个庙 这是最大的庙 如果甚至有些的 这个异教的 他在那个橡树 也开神学院的 换句话说 橡树 这个地的人 这个城市人 整个的信仰的中心 不是他在那边先开个 足个坛 还是神把他放在那边的时候 神向他显现 他就足个坛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说 哎呀我们要足坛 第一个我们有没有预备好 第二个 是否是神向你 要你足坛的地方 神有向你显现吗 OK 从这个角度 我们不能够抓得这么准 但一定可以应用 你渴慕神的同在 祷告你相信 神把你放在那个职场 这已经是很明显了 这是他要你足坛的地方 因为他把你放在职场的一块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今天刚刚谈了这么多 到最后在职场上 你一定要相信 神把你放在那个职场 是有 purpose 那底下你要 你渴慕是神的同在 如果神同在 你要做什么 你要足坛 你要足坛 不是我们造一般 哎呀足坛足坛 东足一个西足一个 神没有同在 你再足没有用 就像我们异兵赶鬼 如果没有神同在 你赶也赶不出来 搞不好那个鬼 还跳到你身上 真的 我碰到一些异兵赶鬼 他问我说 牧师我会祷告 为什么 因为有东西在我身上 牧师你不跟人家赶的吗 我也不知道那个怎么说 跑进来 属灵的事有绝对属灵原则 不能够为别的 哦 这样足坛 我们人就会多了 我们足坛呢 就怎么样怎么样 no 做每一样事情 都是for God's purpose 这是这一年来我学来的 不是为神的 我们抢夺神的荣誉 基本上 我们冒犯神 甚至亵渎神 这是我的领受 为什么 我每次做个决定 我要很多祷告 我需要跟我们的圣公的同工 指使也好 传道也好 我要弄清楚 到时候我搞真的还搞假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然后当大家拿到这瓶油的时候 上面写一个字 就是路亚福音第四章那边说 基本上用以赛亚书 又是一章 就是神的灵造人 因为祂高了我 所以你用个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求神的同在 显明在你的权柄的范围的里面 第二个 求神的权柄 透过你所掌管这个范围 彰显出去 然后那句话 神灵造人 因为祂用高了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 叫被鲁德释放下来的概念 受压制得自由 后面一句话 报告神 悦那人洗年 我们要看见明年 是一个洗年 Blessed 或是说Praised 看用来 这个洗 要万人 都欢欢喜喜地 称赏我们的神 赞美我们的神 我换了我们的工夫 准备今天晚上 不是说我平常没有思想 只是我把它整理起来 我认为做每样事情 不是一个重要的行为 我已经厌恶这些行为 这是我被更新以后 我罪得最宝贵 我被释放 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 意思说我们要弄 到底我们在弄什么 当然最诚实的事情 就是神的话 但是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就在上面 就产生一个叫做真实的经本 所以等一下 院长会带领我们 来领受这个油 我再说 这个油 是为 神的同在 在神的同在当中 我们也说 我们需要被圣灵来练进 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 好 这样我们能够做做的 感谢观看